女人刚刚走进电梯 男人自顾自地介绍起自己 可她压根了就不予理会 乘车正准备离开 面对这种无赖式的搭讪 安妮直接让司机师傅离开了这里 剩下帅气且多金的男人站在风中凌乱 她不知道的是 在安妮眼中 现存活在世的人都是小孩子 因为她已经180多岁了 一场意外的车祸 让安妮有了熔岩永驻的能力 她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是全国知名的富豪 可因为她的这个能力实在太害人听闻 不少心怀不悔的人要抓她去做研究 无奈她只能隐姓埋名踏上逃亡之路 数十年的时间里 她只爱过一个人 后来安妮因为不想连累她而选择了消失 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今天搭讪自己的杰克 就是那个人的后代 仿佛是命运使然 安妮工作的书店被不明人士捐款了一大笔钱 这个人就正是杰克 而她这么做的目的 除了做慈善以外 就是要见上安妮一面 送了她市面上花钱都买不到的绝版书籍 能知道她在哪里工作和看书的爱好 显然杰克下足了功 为了不枉费她的一片心意 次日 他们来了一处地下隧道 这里是杰克投资 他准备将整个城市下面挖通并放上列车 方便民众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杰克在那喋喋不休地说起自己的志向 以安妮看待事物的眼光之远 自然明白这个项目对社会的影响之深 不由内心对这个男人有了点兴趣 他们开始经常见面 公园散步 包下餐厅用餐 躺在落地窗前看外面美景 谈笑风声毫不自在 随着彼此相处时间的增加 安妮的内心也生出了情愫 可这天乘车回家时 一张座椅又将她的理智拉回 40年前卡尔拿着戒指等她的画面浮现在脑海 她仿佛是看到了最后自己和杰克的结果 趁着还没有真正爱上她时 安妮故技重施 来了中国上海生活 可她仿佛已经忘了 如今科技的发达已经远超过40年前 杰克没有回答 口中尽是对她不在这段时间的思念 可安妮脸上却没有一点喜悦 临走时还不忘回头对她说 看着逐渐远去的背影 可就在这件事发生的第二天 已经70岁的女儿找上她 告诉了安妮一个好消息 当初想要抓走安妮的人 已经全部被宣告寿命到了终点 她终于可以做回自己真正的活一次 如果我能够你的看法和你的能力 我会不会掉下来 我真的会 在无后顾之忧后 安妮寻到了杰克 对于她的变化之大 从第一眼就爱上了安妮的杰克 没有过问 废旧仓库隔着天窗仰望星空 红酒的熏陶和周围的寂静 让处于暧昧氛围中的两人 确定了情侣关系 杰克迫不及待地带着她回去见了父母 这儿是我的父母 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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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是 Adeline